這個是USB的羅技攝影機 我今天把它放在外面 來監控外面的影像 然後呢這個USB的攝影機 我透過這個轉換器 轉換成 這個IP base的這個視訊 轉換成以太網路 這個以太網路我們再連到家用的路由器 這個是我的家用路由器 這個白色的線就是剛剛那一個轉換器轉出來的以太網路 然後呢家用的路由器 變成無線的訊號 由家裡的電腦 去接收 然後我在電腦的OBS上面做直播 你現在看到的OBS的畫面 就是外面的USB攝影機 轉換成 IP base的設備 然後在OBS上面做YouTube直播 好這個YouTube直播 然後這個是實際直播的YouTube畫面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將 USB的攝影機 變成IP camera 然後連接路由器 然後再進入到這個電腦的OBS上面做直播 各位大家好 我剛剛是將這個USB的羅技攝影機 透過這個盒子 轉換成 IP的視訊 這個IP視訊就是你們所謂聽到的這個IP攝影機啊 那轉成這個好處就是說他可以變成這個 以太網路 然後呢可以連接到這個家裡的這個路由器 那一定有人說 那 那我為什麼要連接這個東西 我不能直接用USB攝影機連接電腦 直接做直播出去嗎 這當然也可以啊 我們該要解決的就是 傳輸的距離的問題 將這個USB的訊號 變成一個 以太網路連到家用的這個路由器 那當然如果你的電腦就在這台設備的旁邊的話 那你當然就直接就 連到你電腦就好了 那我們來介紹這個設備 這個電腦這個設備啊 其實 我們 當初這個設計的目的是 將這個USB的攝影機 連接進來 然後呢 在這個 你看啊這是ipad 那ipad我們就連接他的那個 wifi的訊號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無線路由器 好那我們就是連接他的wifi的訊號 連接進來之後 然後打開這個瀏覽器 好啊這打10.10.1-8196 好主要是這樣子打到這個ip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一個 是webcam的畫面這樣子 好那同理可證啊 我們也可以用 其他款的這個邏輯攝影機啊 要把它拔掉就可以了 拔掉再接上去 這個畫面就來自於這個攝影機的畫面 好 那我們當初的目的 是要做教育用途 爲什麽呢 因爲教育的用途是 有一個應用就是這個 有像這個是顯微鏡嗎 顯微鏡就會看這個微生物的東西 那我把它接上去之后 我的ipad啊就可以看到這顯微鏡的畫面 你看就可以看到了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 樹葉的畫面這樣子 同理可證也可以用的這個USB的文件攝影機啊 那這文件攝影機接上去之后 你看就可以看到這個書本的畫面 這個書本是照在這邊的 有沒有看到 這本書上面 那不是只有一臺ipad可以看得到 他還可以第二臺也看得到啊 像這個也可以看得到 也是要先連接他的無線 然後再打開瀏覽器 就這樣子 你看就可以看到畫面了 我們今天要介紹應用不是教育的應用 我們一樣是要利用這個設備 就是USB攝影機的 分享器 然後呢將這個訊號連接到家用的 路由器 這個USB攝影機的 路由器分享器 要連接到家用的路由器 不是直接這樣連接好 我們必須要先設定 首先啊 這個 這個家用的路由器 我們家家用的路由器是192.168.1.1 所以啊你等下要先將這一個 的網域也要設成192.168.1.x 那如果你家的路由器是192.168.2.1 那你就要把它設定成 192.168.2.x 以此類推 所以我們等下要做這些動作 然後 然後再連接到這個 電腦的obs 上面做youtube的直播 首先我們先將 這個白色盒子將電源插上去 然后呢到電腦上面先連他的wifi 他的wifi就是febom-xxxxxx 我們到電腦上面去設定的時候去連接他的無線路由器 他的名字叫做febom-day-xxxxxx 就是這一個東西 連線完之後我們先到他的 那個 到10.10.1.1 好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要設定他的ip 我們家的路由器他的 內網是192.168.1.1 所以我要把設定成這個 192.168.1.211隨便 201也可以好 那我設定成211 這個就是他內網嘛10.10.1.1連線進來 然後呢 這邊一個 網路連線 第一個你先設定成land port保存起來 然後再來呢第二步就是 再設定成我要的ip位置 把這個鏈 手動 然後這邊設定成192 1.168.1.1.211這樣子 保存 好儲存完之後呢 將這一個的 land port 把他用有線網路把他連起來 好那我再試一個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webcam接進去 接到這個usb的這個洞 接進去 那我們等一下 在這個電腦上面 連接這一只路由器 然後看有沒有看了連接到這一只的畫面這樣子 好 那這一個的wifi名字叫做febom datch store 所以我等一下連用這一個電腦連接febom store這個 wifi的名字 然後看可不可以連到這一只攝影機 那我們現在到這wifi連線 去連接這個febom store febom store就是我家用路由器 連接起來 他可以對外上網 好連接好了 好我們先來看看 第一個我們先測試臉書看看得到畫面嗎 看可不可以對外嗎 好第一個可以嗎臉書看得到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內容192.168.1.211 看有沒有畫面 有有這個畫面嗎 好那我們再打192.168.1.211 8196 應該可以看得到這一只攝影機的畫面 看得到吧 看得到齁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是這樣子的 我現在的這一個的 usb攝影機 已經連接到這個路由器 這個路由器的wifi 被這只電腦給抓到 那我等下就要透過這台電腦的obs 去抓到這一只的畫面 那我現在要介紹一個windows的一個軟體叫做 ipcam 轉usb 的程式 就是當你的電腦啊收到這個 這一個的ipcam的這個訊號之後 他可以轉換成一個虛擬的webcam 拿著虛擬webcam 然後就會被你的那個obs給抓到 那我們要去做這一段的一個設定 跟介紹 我們進到電腦之後有個程式叫做ipcamberbridge 按下去有個x64 然後就安裝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url 你又打一樣打剛才那個名字 http 192.168.1.211 又已經改的211的嘛 冒號8196 好就按確認 確認好了我們再打 obs打開來 這個把最小化 obs把它打開來 新增一個場景 然後這邊可以新增視訊裝置 然後我們可以抓到有一個叫ipcamber 的這一個 不律局的這個選項 好我們在選擇 自訂 有個叫做1280x720 好就看到了 好這時候就可以成功被這個obs抓到了 現在的畫面已經被這個obs抓到你看 這個是obs嗎然後這是這一次攝影機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 obs obs跟youtube做一個串結 這是你的youtube的帳號 你就按這個新增 直播 先把這個rtmp的串流 先把它copy下來 到obs的直播的設定 這麼串流 然後把它制定 然後把它貼上去 那再來呢第二個就是這個 金鑰的部分把它copy下來 再把它貼上去 這樣子 套用 確認 然後我的位元率也調整一下 因為你在做直播吧 你位元率可以在家裡的直播 你位元率可以調到5000 都沒關系我調6000 好然後再就是這邊影像都是1080p 好都要固定哦套用 確認 好接下來就按開始串流 串流開始之後 你就可以回頭看你這邊的 youtube這邊 這邊就有畫面了 好就有畫面了啊你可以把這畫面給分享給 自己 把copy下來 看你就開始直播了好就開始直播了你看用這個方法我就可以將我的攝影機 架在家裡的陽台遠端的地方然后呢 透過這一個 以太網路線 連接到你家的這個 路由器 然後你的電腦也連同時連接這路由器 將這一只攝影機的畫面 直播到youtube去 我們這樣串來串去主要是解決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距離的問題 因為usb的線材他的距離大概就兩公尺而已 你在拉長的話你就要買什么延長線啊 主動式延長線那個費用都很蠻貴的 那我們今天可以利用這個 簡單的這個 usb webcam 轉ip的這一個 設備 然後連接到家用的路由器 然後 在連接obs上面做直播 是主要是做一個簡單的這個延長 使用距離的這樣的應用 好謝謝大家